按到後面就 哇 怎麼發現有一大球 這麼大比雞蛋 鵝蛋還大 我來給它搖滾 OK 採手術切除腫瘤細索女星陳佑欣又復發病狂曝光 脂肪瘤是什麼時候發現了 我現在的身體狀況了 就會比較容易顯現出來讓我知道 我身體哪裡發炎 我就很容易會去感受到 曾演出細索台灣的女星陳佑欣 竟然發現背部長了一塊瘤 是直徑6公分的大顆脂肪瘤 稍微按摩一下 就按到後面就 哇 怎麼發現 有一大球 這麼大 這麼大顆 我就覺得 哇 嚇一跳 所以我就是 趕快喊我老公 OK 他一摸 他說 欸 這看起來很像脂肪瘤 然後他就說 啊 放心啊 不會怎麼啦 直徑有5、6公分 比雞蛋 鵝蛋還大 割完之後 我想 我想看一下本人長什麼樣子 又有點像豬腦 只是它是膚色的 沒想到才動刀割除沒多久 又從別的地方長出來 他有說到脂肪瘤 跟你的基因比較有關係 我基因 所以他告訴我的就是 可能我現在隨便在自己身上再摸一摸 可能還會有脂肪瘤 還會再長 結果後來 我摸一摸之後 又有了 我摸到我的大腿有一顆 他一摸 啊 你這脂肪瘤啦 蛋比較大量的再去刮啦 今年40歲的陳又欣 2019年 跟大他12歲的 肝膽腸胃科醫師結婚 升格醫生娘 身體都是老公在照顧 所以我的這個脂肪肝 我的肝臟都是他在照顧的 老公也告訴我說脂肪肝 你就是要減肥 加運動 所以後來呢 我就請老公 做 幫我做一個就是 胃內打肉毒 我的胃就變小了 然後食慾就會變 食慾還是在 你還是不會影響你這個美食家 你看到鹹酥雞也是可以吃 看到牛肉麵你還是可以吃 只是 以前可能我吃兩碗飯才會飽 我現在大概半碗就可以了 然後你還要第二胎嗎 剛生完的時候 大家問我這問題 我說 不要不要不要 那我最近覺得小金汁 好孤單喔 好像 而且都會一直 因為沒有半 所以會一直黏我 他大捏雜50萬做兩次試管 加上本身是醫學上 超罕見的單腳子宮 也就是只有一邊的 熟人管和卵巢 受孕補易懷孕過程 非常艱辛 我就也不一定要 像之前一樣 就是這麼的排斥 如果說有自然的情況之下有的話 那 我就接受第二胎 沒有想要再做一次試管 因為我老公年過半百了 然後我也是已經四開頭了 而且我又是單腳子宮 非常罕見的狀態之下 所以我覺得我會 選擇自然 自然 我就不排斥 但是就是 真的也會很累啊 對 我老公是說 他比較喜歡女兒啦 要再生一個女兒 如果要 他沒有要再生 他告訴我是說 我已經一隻腳踏進去 一半了 最會頭是 刺激的 3 5 6 7 7 8